全部都要了 送到我的公司 好的 老板 又送给谁的 谁是就送给谁了 给 给我的 老板 文静 你迟到两分二十六秒 去试衣服吧 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试衣服 对啊 对啊 如果不是缘分刚好的 特殊关照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太煎熬 想起你就只会傻笑 划不出恋爱讯号 我的幽默也刚好不从尘烂草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解不掉 还真是有可遇见 程总 我试完了 全部都要了 送到我的公司 好的 老板 又送给谁的 谁是就送给谁 给 给我的 难道代理奖励你的 老板 老板 程总 程总 要不然换成现金吧 我 我穿不了这么多衣服 程总 我的私人助理不能穿得像中介大妈一样 哪像中介大妈 都要不认识 你就在车上等我吧 哦 你跟着我干吗 我看病人啊 你呀 你散散注意点 好 本人收拾了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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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还背着我见了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自在 寻寻光明正大的来看我 怎么成了背着你见面了呢 寻寻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程丽啊 寻寻是个好孩子 人品好 利用完之后 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叔叔您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真心诚意来看你的 不是利用 你看我还给您熬了鸡汤 我家的鸡 我家的汤吧 要吵架一边吵去 我一个危重病人 闹心 利用鸡汤 去开车吧 我下午还有会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怎么一股鸡毛味啊 去公司吗 不 去工厂 文叔叔照顾你多久啊 一年 你们不是挺熟的吗 还问我 也没有 我就是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他平时没有什么亲人来的 总是他一个人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你别介意啊 挺好的 他应该挺喜欢你这种 轻松闹腾的样子 文叔叔说 他也挺喜欢你这样的 很符合你的年纪 我就是为他开心 才配合你 我觉得 他很像你的亲人 令徐徐 你话越来越多了 你是我助理不是我朋友 明白吗 我都说了 好歹我是你姐姐班的嘛 你给个面子嘛 你就在车里等我吧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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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吾 承总 承总 这儿 承总 你 你怎么了 那我扶你起来 慢点 慢点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对 程总 你是怕黑吗 你手真粗糙 一看就是干活干多了 还不是被你折磨的 干嘛转移话题啊 周围一黑我就会这样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 还铁纸布头嘛 也不丢人的 你好丑啊 闭嘴 好丑啊 好丑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